一名中国籍男子上个月飞到大马 才乘车离开机场不久 半途就被四名匪徒拦下 连同车上女司机一起绑架长达五天 结果男子家人被迫以虚拟货币 缴付超过百万美元的天价赎金后 肉票才安全脱身 天网灰灰 警方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 在柔佛事故来区一带 见面四名涉案男绑匪 当时警匪还爆发枪战 随后逮捕了涉案的另外四名本地男子 和一名本地女子 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那都是李苏海利 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案情 警方在行动中 起获了三把转轮手枪和一把扒冷刀 并援引行事罚电企图谋杀条文来调查此案